我從頭到尾 我再給你聲明一次 你有沒有婚內出軌 我目前不知道 你有沒有婚內出軌 我目前不知道 我從頭到尾沒有講過說 DICE你婚內出軌 我看到的照片是這一張 我只有直覺反應是 這麼瘦應該不是近期拍的 應該不是近期拍的 這就是我當時的當下反應 我覺得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歡迎你來我的直播間連線 可思琦質疑大S婚內出軌 含冤沒力氣 請要他對職連線 知名夠在哥思琦 近期在直播直疑大S婚內出軌 拿出聚訓夜之前 在韓國節目分享的電梯放閃照 直直大S胸口並沒有刺青 疑似早在離婚前就已經拍攝 大S親自發文附上沿途打臉格思琦 啪啪啪啪啪 不想再提告了 可不可以 這樣活還沒完 20號一早 格思琦發長文 三點聲明回擊大S 此外他加碼開直播 請自說明自己的觀點 欸 怎麼跑出這個東西 欸這個東西不是已經舊聞了嗎 我再跟你表明一次 第一個 我不是開嗆你 我沒有要嗆你 第二個 我沒有開刷你 因為走花路是你說的 那我在做狗仔直播 全部都是事實啊 一個網友直接去問話 問我話 因為我不認識他 真的不認識他 他在問的時候 講完他的觀點 其中之一 我認同 我從頭到尾沒有想 針對這個電梯去做評論 那你自己出來就回應了 啊 不是 你回應怎麼會是打臉我咧 你回應打臉的是網友 你回應打臉的是這些評論的人 為什麼 我根本沒有care這個事情啊 因為 你當時在電梯裡面的畫面 有八張是不是 有八張 這八個東西啊 照照片在上面 我根本連翻都沒有翻過 我最後一直看到你本人 就是你 很胖很胖 那個時候在東訊 而且東訊是你老公 前人應該對不起 你前夫在坐在你身邊 就那一次 最後一直看到 我一看就說 這應該照片不是近期拍的嗎 那人家一講說 我也覺得不是近期 我自己有直覺反應是 這麼瘦 應該不是近期拍的 應該不是近期拍的 這就是我當時的 當下的反應 我先大S小姐 你也不是打臉我 因為我自己想說 因為事情怎麼樣 那是你自己講的 那你明白嗎 那去掉的話 你應該下個警語啊 你沒有做這個解釋 那你別人家誤會啊 人家提出質疑 這都是事實啊 這都是事實的過程 沒有錯啊 那真實是什麼 真相就是 因為你的節目 因為節目上面不能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去把它抹掉幹嘛 你說他吃什麼料是不是 黃紫椒有講 不是我講的 黃紫椒講的兩種 他跟我所當時說到的 採訪訊息 是一樣的 所以我再跟你講喔 那個東西是有錄音檔 我有交給法院 交跟黃紫椒說 大小孩子CX我 我從頭到尾沒有講 大小孩子CX你 我只有講過 我採訪的過程 我覺得 我就是 我就是個中立的人 因為 怎麼跑出這個東西 欸這個東西 不是已經舊聞了嗎 好